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7号 我这两天赶到上海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房车涨 那我们先看一下眼前这台车是在涨厅外面的 这个厂商特别有求生意识 应该是利用这个观众一开始进来最兴奋的时候放在外面涨 那它是一个入门级的 特别特别入门级 当然价格也很低 只有只要15万块钱 进水箱只有80升 太阳能发电也有 但是是象征性的 只有80瓦 那我们待会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那眼前这台车只能坐两三个人 待会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五个人生活都没什么问题的 感谢观看 他现在只有进口车叫凯能宾威了 这也是宇通的logo 也叫宇通 他就是上面加了四个字 原来他想把那个房车 这才是一个洋气的名字 他是先去美国学习的 然后再去欧洲学习的房车技术 起了个名字叫凯能宾威 但是现在还是宇通 宇通高一点 你说宇通啊 大客车小车都知道 大客与宇通有什么关系吗 一家的 同一家的 这个是农业的 这个床是两米一 里面一米八 这床是两米一乘一米五 这是准备的 这是准备的 放下来看一眼可以吗 特别 啊 怎么放 你放开拉近的根本就可以了 头小心手小心 哦 这里面特别生意 可以租两个篮是吧 对 上面天窗两个床都有 这个这个有上次男友 就是那个防护帘 防止睡觉手摔下来 掉下来是吧 这个挂的上面挂在上面 这样挂吗 挂在上面 有扣子 它这样是 长是吧 我们现在还在会场上 刚才我们说了C型 C型是自己有动力的 自行式的也叫 这个是拖挂式的 这是跟前面的车对接的 前面的车要求有1.5T以上的动力 然后这个是一个空调的外机 空调外机 这个就做得很简单了 它就自己就没有 说做这种一体式的嵌套在里面 它直接买了一个其他牌子的 外机放在外面 内机在里面 然后这个 也算蛮大 有5米长 两米 两米多块 重量有接近1.5吨 这个价格很低 是我今天看到 有一些牌子 这个也是雨通 8.98万 算是最便宜的 这是备胎 以及橱柜 然后这里有台阶上来 这是一个小冰箱 然后这是一个小型的厨房 电灶 然后这个洗漱洗菜的 这是装油盐酱醋的 储物柜 嗯里面空间还算可以吧 这里 这边可以睡两个人 这里 这个应该是可以成这样的 这里可以降下来 这里可以睡一个人 睡睡三个人是非常舒服的 非常舒服 关键的主打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非常的重要 大家长途旅行 这厕所非常的重要 但像这种 这种拖挂式的一个什么问题 拖挂式一定要 一定一定要一个什么呢 就是房车文化特别盛行 那表示就有很好的服务 很好的这个 比如说营地 很好的营地文化 价格也不高 但是我们国内营地 有个什么问题 刚才听他们提起的 就是土地价格偏高了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呃 他的车的数量太少 所以价格容易涨上去 当车 经常一个 停一个网上就要200块钱 那很多人都觉得 还不如做一个便捷酒店 划算 那这个拖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文化 拖得太远了 没有很好的营地 他其他的一些东西的维护 可能就完全没法做 比如说新疆西藏一跑1万公里 好那这1万公里连 搞三个像样的营地都没有的话 那你说咋办 那很多问题就很难 很难 很好的解决 但怎么说呢 这个 我感觉拖挂式的 可能还是要在 要在自行室之后几年 等房车营地文化 房车文化起来之后 可能才能更好的发展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主车 就是拖挂了这个车 我们家用的车 有没有这样的动力能力 有很多人这个车 可能1.5T的动力的还达不到 1.5T相当于2.0L 2.0自然吸气的 其实这个是最低配 按理来说的话 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呢 要达到一个 因为这个是这个 这个车特别小 如果说稍微大点 像我们看这个 那这个就大一些 这底盘也挺高 像这 像这种稍微再大点的话 这个1.5T可拉不动 2.0T难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 这个美国这个福特150 卖的最好 它就是拖房车 或者上面放个小翻床用的 要不然买个那么大的 这个带斗的这个车 开起来那么不爽 为啥呀 就是要 要出来玩 我们中国的这个轿车 SUV 拉这种 难度还大着呢 所以这花钱的地方 不止一个地方 你知道首先 自己的家里的这个车 都要点5T以上 才拉这种 才可以 没有这种 不是鱼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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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另一个牌子 Hobby 大家以为我是给鱼童做广告 并不是 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房车而已 这个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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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bby 那也不知道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牌子 这个 国外的Hobby没有国产的 国外的牌子 而且Hobby它是不在别国建厂的 这是哪里进口的呢 德国 德国进口的 这是原装进口 原装进口 那这个价格要在多少 这个车的那个那个展会加 展会加是32万8 32万吧 对 我们市场指导家是34万8 嗯 那这个就比我刚才说那个 语通就强两个档了 我们看这个床 那这像西蒙斯的床 这个空间也要大很多 空间要大很多 我们今天这个拖挂的房车 重点就是 是 提到的要房车文化 跟这些东西 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自己 自己了解一下 32万 比刚才那个贵四倍 一把 设计 一把 两个 三把 一把 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多给大家拍一拍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来了解一下 因为中国的房车涨型将会越来越多 这下半年的好几场 今年底可能就最后在上海这一场了 之后没有 但没关系明天还会有 好 那我们这个片段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